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亚婷 网络时代个人资讯安全的保护 是现代人必备的观念 就连小朋友也能侃侃而谈 印度新德里最近举办一场资安高峰会 其中一位主讲人竟然是年仅8岁的男孩 由于出身电脑工程师家 他小小年纪精通电脑程式语言 国小二年级就写出一款电玩游戏 让同学玩得爱不释手 竟然和老爸联手创办线上游戏公司 8岁就坐上总裁大位 也成为会议的另类焦点 印度新德里最近举办资安高峰会 现场有位特别来宾相当引人注目 只有8岁的印度裔美籍南海鲁冰 以线上游戏公司总裁的身份 或要上台专题报告 呼吁重视网路安全 卢斌小小年纪就很精通电脑程式语言 父亲是电脑程式设计师 卢斌从小耳濡目染 上小学后设计出一款数学电玩游戏 受到同学的欢迎 于是父子两创办线上游戏公司 儿子当总裁 老爸挂名当合伙人 除了电脑 卢斌也对音乐和运动充满兴趣 他发表演说前还特地换装 先来段功夫表演 卢斌的母亲认为 儿子的多才多艺 来自自己做父母的支持陪伴 而不是强迫小孩学习 他也建议为人父母 多花时间享受小孩的成长过程 及时参与亲子互动 中央社记者何鸿如新德里报道 亚加达副省长中万学 在印尼总统佐科威的见证下 正式就任亚加达省长 48岁的他是客家后裔 也是印尼第一位华裔的首都省长 中万学曾任国会议员 及东物理动县长 在担任亚加达副省长期间 多次杠上亚加达省政府官僚体系 成为许多官员心中的鬼剑仇 但却赢得亚加达民心 我国驻印尼代表处曾协助亚加达政府 处理烟水和垃圾问题 让周万学对台湾印象很好 他曾表示代表处提供的协助 对亚加达省政府有很大的注意 希望双方未来能有更多合作机会 中央社记者周永杰 亚加达报道 民国时期 实力洋场上海 是政商聚集之地 当年国父孙文 前总统蒋中正的联金 孔祥西先生复古一方 拥有不少产业 他位于徐汇区的故居 自中共收回后 疏于整理 破败不堪 直到2001年 一家饭店老板杨子江接下后 重新装潢改造 变成一家专买民国时期特色菜的餐厅 这座别墅也是上海的郊区 空气非常好 我想先赶紧那些朋友 应该都会来过 尤其他的太太的姐姐妹妹 也是宋家商姐妹 我想应该都会到这里来过 所以我们到现在 把那个楼梯整修的时候 那个楼梯很旧 不过我们还是把它原样保持在那里 因为这上面应该 还有他们的租赢在那里的 杨子江表示 所谓民国菜 其实是民国时期 在达官贵人间流行的菜色 这些菜色并不是靠食谱传承 而是透过史料 回忆录或是纪录片 去揣摩当时的口味 当年宋美玲喜欢在蟹粉上 加上橙汁 筑出藉由这件意识 而发想出美卤蟹粉这道菜 蔣公狮子头则是杨子江 在蔣家友人回忆录中读到的 靠着纸本上记载的菜式 并重新复制或开发新菜 难度相当高 但杨子江仍努力地搜集资料 希望赋予菜故事性 不仅让顾客吃得满足 也吸引更多人去了解历史 中央世界的宅思佳上海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三十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我们把我们放在这里 因为我们爱我们 我们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 我们在等待一个孩子 这是一个传统 一个美丽的传统 所以我们完成了 汉恋人一起在巴黎艺术桥上挂上琴索 将钥匙投入塞纳盒 象征永不分离 是很多情人见证爱情的方法 但今年夏天 艺术桥的两侧栅栏 因为承受不住锁的重量而塌下 巴黎市政府因此 接机向游客声导 以自拍取代挂锁 并由木板和玻璃代替铁网栅 让游客无处可挂锁 同时加强茶器卖锁的摊贩 专家表示 除了锁头的重量 会压垮桥梁的结构外 生锈的钥匙也会影响核中生态 大部分的恋人都能理解 巴黎市政府的安全理由 但白摊的小贩在这几个月 生意却掉了一半 不过巴黎不止一座桥可以挂锁 生意不至于完全断吹 中央世界尔曾一璇巴黎报导 耶诞节的脚步接近 新加坡著名的购物大街乌节路 最近举办连串活动 炒热耶诞商机 少女戴上耶诞老公公的帽子 拿起摇铃演奏耶诞歌曲青春洋溢 学生组成的管乐团 则在乌节路街头表演吸引人潮 主办单位还邀请新加坡歌手 蔡全佳现场演唱 搭配听障学生以首语传唱歌曲 更显温馨 最后新加坡总统陈清延亲自立临 为乌节路的耶诞大街点灯 乌节路是2.88公里长的这个大街 有很多登视 多姿多彩的节目 所以我欢迎台湾的朋友来吧 它已经有了所有美国的美国的美国 它已经有了美国的美国的美国 它已经有了美国的美国 也已经有了美国的美国 当然 它已经有了很多年 它已经有了更好 今年正逢新加坡旅游局 推广旅游业50周年 乌节路的耶诞大街是压轴活动之一 会办到明年元旦 希望吸引亚洲国家的游客 前来感受耶诞气氛 中央社记者黄四强 新加坡报道 但您关心更多国际消息 欧元国家以准节措施因应欧债危机 但希腊自2010年获得第一笔纾困金以来 已经发动数十次罢工 他们认为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要求希腊增税减支换取国际贷款 不仅冲击希腊穷人 也让长达多年的衰退情况更加恶化 希腊工会预计27号再次发起罢工行动 更多相关消息请持续锁定全球视野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雅婷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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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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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